謝謝 大家好 我小時候阿嬤跟我說台語 不過我沒有那個vocabulary 來回答大家 關於科技執法 駭客這些 我用台語比較沒有辦法講 因為我們那一代就是上小學之後 就沒有繼續講台語 那現在當然12年國教課剛剛有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院裡那個院長副院長 大概也都是講台語我是聽得懂 但是就很抱歉就是今天還是 用Mandarin 可以幫我切換一下到那個slido嗎 那我們這次也是透過slido的方式來提問 我看到在上面已經有11個問題了 那大概就是 從現在開始接近一小時 就大概到50分左右的時間 我會講什麼完全是靠大家來決定 所以如果還沒有掃這個QR Code的話 可以掃看看 那如果是比較側面有點掃不到的話 可以手機連到一個網站 slido.com 然後輸入2112 這個數字就可以了 那我想就是 不管是透過掃QR Code 或者是slido.com書 最主要的還是要為彼此的問題按讚 因為如果不按讚的話 我就不知道大家想聽什麼 那所以像目前就是有16個讚 是第一名 那越高讚的越會往上浮 會浮到最上面 所以我今天講的題目 大概就是盡可能的來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那如果上面的問題都回答完了 也歡迎大家舉手當然 不過我看問題就回答一個 可能就多一個 所以也不一定會有機會回答完 但是如果有一些追問等等的話 也是很歡迎舉手 那大家如果OK的話 如果都掃到QR Code都OK嗎 都OK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有18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這個中共的駭客 就是我就是身高比較矮一點 所以就需要站高一點 有19位朋友現在問說 中共駭客對台灣無所不在的這個攻擊 台灣要怎麼樣有足夠的對策來防範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駭客其實就是對於資通安全 非常精熟的一些人員 但是其實並沒有好壞 就是駭客一定是好的或壞的 好的我們一般叫做白帽 白帽子的駭客 那壞的就是為非作歹的 那通常是叫做黑帽的這個駭客 那像在台灣最大的一個就是 Hack in Taiwan HITCOM HITCOM 這個社群 那他就是台灣駭客年會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白帽的駭客 就是每一次碰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會見義勇為 來告訴我們的政府說 我們還有哪些公共設施裡面 可能有一些資安的漏洞 那在我們修補完這些漏洞之後 他才把它公開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說 他們是技巧高超的朋友 但是他是絕對不會拿這些漏洞 來謀取自己的財富 或者利益或者這些 所以我們怎麼樣確保說 我們在台灣有足夠多的這些白帽駭客 就是抵禦這些中共的黑帽駭客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我們的資通訊的相關的預算裡面 我們現在已經從今年開始就是扣留5%到7% 5%到7%的這個預算 專門不是說資訊預算 而是完全是資安的這個預算 去確保說我們在每一個 好比像說大家可能有聽過這個沙輪 有一個自駕車的實驗場 我們有民生公共物聯網 就是包含空氣品質 然後地震速報 大家可能有結果地震速報 包含這些 為什麼地震速報可以稍微提早幾秒鐘 是因為它的那個海欄透過物聯網 告訴我們說會有地震 那又或者像說我們的水災啊水品質啊 感測啊等等 那這些都是透過白帽駭客 他們先去進行攻擊看看 等於資安測試 找出來的問題我們及時修復之後 再部署到就是全國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養成了一個文化 就是說好比像說在台灣 有一個叫Devcore的這個公司 那我們現在任何這些大規模的 好比像說我們在線上共同進行討論 有一個叫Police的系統 我們內部使用的共筆軟體 有一個叫做Sandstorm的系統 那因為這個團隊他很厲害 就是在全世界資安的大會 就是Devcon CTF 類似就是武林這個爭霸喔每年 那他們也有得過第二名就是 僅次於美國隊喔 那說不定今年贏回來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他們是很厲害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既然有充足的預算 又確保說他們可以不斷地去參加 培養心血的這樣子一些活動 其實我們今天才在討論說 我們未來怎麼樣讓高中生 透過像AIS3等等的這種方式 也能夠參與白帽駭客的這個培訓 所以就確保說他們不但有傳承 他們在意的這些白帽駭客的文化 能夠被發揚光大 駭客這兩個字不會被抹黑 因為有白帽嘛 所以是抹白喔 不是抹黑 然後呢也有充足的就是 預算跟資源 確保他們是就是收入是很好的 這樣子才不會就是跑到原地的黑暗面去 那所以我想這一點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需要大家一起來推廣這種 白帽駭客的這種文化 那我們當然在政府的標案裡面 也都會去編列充足的經費 去讓他們來預先進行 我們叫做滲透測試 或甚至紅隊的測試 有17位朋友們問說 最近政府機關開始大量採用 所謂的科技執法 例如像所謂的區間測數 好比像把每一個經過的用路人 當作疑犯 通過終點的時候 才判定是否合法 這樣是不是已經有侵犯人權的疑慮呢 對這種科技跟隱私的界線 我想請問政委的想法 確實就是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執法的標準不一 在之前區間測數 剛剛開始部署的時候 因為當時標檢局還沒有進來 去對他進行這個校準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你的這個車速在某一個設備 他覺得你有超速 在另外一個設備 覺得沒有超速 那大家在意的是什麼 是accountability 就是給出交代的這種能力 如果你覺得說 我明明沒有超速 他判我超速 而你去爭執 或者做什麼的 那個墊高你的時間成本 那無形之中 大家就不太相信 這樣子一套就是解決方案 所以我會舉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正面的例子 我們當時在二月初的時候 曾經有採取過一個 就是口罩實名制 其實現在還在啦 每兩個禮拜好像有十片了 但是我看大家戴的 可能只有一半的朋友 再戴我們實名制口罩 其他就不是螢光就是夜光 就是粉紅就是彩虹 各種各樣自在口罩 對 但是當年這個沒有 沒有那麼多可以挑的時候 我現在可以講當年了 因為已經接近一年以前 當年沒有那麼多可以挑的的時候 我們是靠著大家在藥局排隊 那在藥局排隊 當時有很多的謠言說 這個什麼便利商店 半夜兩點進貨 兩點半就有人騎著摩托車 全部都囤貨啦 有錢的才買得到啊 然後那藥師一開始 他們都是自願的來願意說 免費的就是幫忙分裝啊 等等這些口罩 之後當然有就是補了一筆錢 那但是在當時其實他們工作的 這麼辛苦 但是還是有很多就是 網路上會有一些謠言啊 說什麼暗槓啊什麼之類 那我是覺得說 讓大家能夠相信藥師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當時 我們就採取了一個也是科技啦 那但是這個科技 它比較是 我們叫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它是來配合藥師的 這個作業的方法的科技 那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把即時的 每個藥局的存量 每30秒鐘就公佈出來喔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新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在以前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時候 每天公佈一次數字 就不錯了喔 沒有說這個每小時公佈一次 那每30秒公佈一次是什麼 概念呢 就是大家這些公務員是沒有看過 就公開了 是機器一蒐集過來馬上就公開了 那公務員其實是 最最不希望的就是 他的數字有有額悟嘛 有錯誤等等 但是我當時就說服他們說 如果你是每一天你看過了 才公開的話 那在排隊的人 除了相信這個健保署之外 也沒有什麼別的方法啊 但是如果你每30秒公開的話 排隊的人他可以自己透過 像集管家 可能大家在line上面 有加集管家這個app 或者是口罩地圖啊 可以把任何大概100多種的方式 在排隊的時候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前面的人刷了一張健保卡 那個庫存應該要剪10片 那刷了兩張庫存應該要剪20片 如果那個庫存反而上漲了20片 那你當場就打1922喔 但是事實上就是沒有上漲20片的情況 所以大家經過這樣子排隊的過程 對藥師就越來越信賴 然後越來越覺得說 那藥師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會自己主動分流到 可能稍微遠一點 但是還有口罩的地方 那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其實科技它的運用 端看說它是不是讓大家 能夠越來越像彼此給出交代 如果它是越來accountable 那這樣就比較不會有這邊講的 就是侵犯人權的疑慮 但如果它是一個黑箱 它是一個黑箱 而且沒有像標檢局 這樣子來進行測試的話 那大家就是對這個提出質疑啊 或覺得說 那我們的就是權力被侵犯 那我覺得這個是必然的喔 那我覺得台灣很棒的就是說 當民間就是有這樣子的聲音的時候 政府一向都是像當年聽到那個 報酬軟體難用到爆炸的那個提案的時候 我們都是採取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一個態度喔 那簡單來講就是有八個字叫做 開門造居嘛 你行你來喔 你行你來喔 所以當時就是 就是對報酬軟體罵得最兇的朋友 我們就邀請他 一起來設計下一個年度的報酬軟體 後來那個軟體改了幾個參數 就拿去預訂口罩 又改了幾個參數 就拿去預訂三倍券喔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萬用的軟體 那同樣的就是那些對區間測速 就是覺得心情不好 覺得他就是不 校準不準等等的朋友 我們也邀請在一起開了一個協作會議 然後是把這個網就是要先有 標準的制定的方向去進行 那在那些還沒有通過標準檢定等等的 這些部分呢 那就暫緩或者說暫時不部署 而且還是要在比較有策略性的地方部署 而不是盲目部署等等 那這些都是對區間測速最不舒服的 一些朋友們 然後透過這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連署提案之後 我們大家邀來透過 像剛才這個 周老師所說的協作會議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那一起來設計出 大家覺得比較accountable 就是比較能夠給出交代的服務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我收集的比特幣到哪裡去了 近期之內是不是會出拖呢 或者是已經出拖一部分了呢 跟大家報告就是 如果有看我2016年在財產申報的話 我特別有加一行字 說本人從就職日起到申報日子 完全都沒有持有像比特幣這樣的高度投機性的金融商品 經央行認定什麼的 那我每一次財產申報都寫同一句話 去年也是一樣 那所以就表示說 其實我在以前就在當顧問的時候 我顧問是一小時一比特幣 那當時呢 我最早提出這個offer的時候 比特幣才新台幣三千塊 那後來就時薪就是三千塊了 但是後來沒多久呢 就漲到大概六千塊 六千塊有一陣子 然後接下來又漲到一萬二 那大概到一萬八左右的時候 我就入閣了 那之後就不可能再持有任何比特幣了 所以我事實上從入閣到現在是 完全沒有持有任何一塊錢比特幣的 那我之前合作的大部分的就是廠商 其實像蘋果啊 牛津大學啊等等 其實他們的帳戶系統 根本就不能處理比特幣 那個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他們都是看當時法幣 不管是三千、六千、一萬二還是一萬八 就折算成法幣給我 所以可以說就是我那個比特幣的帳戶 雖然是開在那裡 但是我在入閣的當下 我就說我把那個私藥就是丟掉了 我是不再使用比特幣的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它有洗錢防治的疑慮嘛 那所以我想就是擔任公務員 這個叫做什麼 復仇雍啊 就是大概 大概就是本來很多在私部門的 就是我們當顧問啊等等這些事情 當然因為公務人員 他只能夠兼職到非營利為目的的 國際組織嘛 或者國內的組織 所以這件事情我是覺得還OK 因為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後來比特幣狂漲 那個儘管會沒有來查活的帳 我覺得這也算是這個逃過一劫啊 好 那有14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關於陳時中部長指揮官 因應疫情所提到的所謂的天網 或者天眼 好像就是講電子威力2.0監視系統 可不可以進一步說明隱私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 那我們在指揮中心其實有一張簡報 我大概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電子威力1.0 才能夠解釋2.0 電子威力1.0其實就是居家檢疫 或居家隔離的時候 如果不是在集中檢疫所的話 那就是要提供你的手機號碼 而這個手機號碼呢 它那個電信商本來就知道它大概它在哪裡 就是一個你不需要開啟GPS 那或者是藍牙或者是Wi-Fi都不需要開啟 的一個不是很精確的定位 它定位的原理叫三角定位 就是離你最近的三個基地台 離你的手機的距離 它用訊號的強度可以大概算得出來 畫三個圓它的交界的地方 就是你的手機所在的位置 那這個的解析度相當的就是寬鬆 就是大概只有50米左右的這個解析度 它不知道你在哪一個房間 大概知道你在哪一個社區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電信業者 不管是任何國家的 本來就在蒐集這個資訊 只是說我們在之前這個資訊 自動發簡訊的時候 只有是在特別說地震的時候 你在可能被地震影響到的區域 它會自動發一個說 國家級警報給你 那或者是說洪水 就是像颱風要淹水的時候 它會發一個要大家撤離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一個簡報給你 那所以這些警報 當然本來就是電信公司 本來就有了程式 所以在當時就是做電子圍離1.0的時候 我們是稍微修改了這個程式 然後去確保說 這一位朋友 他在居家隔離或檢疫的時候 如果他的手機的訊號 超過他居家隔離或檢疫的範圍的話 那他就直接發一個簡訊 不只是給他提醒他這個要 就是記得回電話 那而且也給當地的 像很辛苦的離岸市朋友們 或者是我們的防疫醫師的這個團隊 或者是警察如果是居家隔離的話 那當然就是很快就會有人上門去看說 到底是手機的訊號飄移掉了呢 還是說你真的就是跑掉了 那如果跑掉的話 當然是有發環的 那所以這是電子圍離1.0的設置情況 那這個也是建立在台灣 是所謂寬平作為人權的一個地方 所以幾乎在任何地方都有4G的基地台 因為499吃到飽嘛 那個不是政策啦 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到最後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在台灣的任何角落 即使玉山的這個北風 都必須要能夠499吃到飽 然後去無限的使用影音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基地台密度有夠高到 可以去使用這個電子圍離的演算法 那這裡要強調兩個 一個就是說 他是電信商自己在處理 不是電信商違給外面的什麼別的公司來處理 他就是去修改他的這個 國家級簡訊的這個參數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電子圍離2.0的時候 就是在14天之後 有7天的這個自主健康管理 那自主健康管理在去年年底 那指揮中心有說 就是特定的這些大型的集會 特別是在講跨年了 但是也有更多的別的大型的集會 那其實自主健康管理的時候 是不應該去參加的 所以呢 在自主健康管理那7天裡面 他就是設定說 全台灣就是這個電子圍離的範圍 那但是檢調那些正在辦大型集會的地方 那到底我們怎麼知道辦大型集會 就是指揮中心收到各個縣市政府 它辦的那個區域 然後以及它的半徑 它會用那個半徑畫一個圓 所以如果跟那個圓就是collide 就是撞到那個圓的話 那同樣的是它會自動的去寄這個檢訊 那同樣的就是在這7天結束之後 因為這一切都是根據傳染精防治法 所以如果是沒有在就危害之餘的話 那其實我們這邊也沒有任何法律的依據 再繼續請電信商去執行這個或留這個資料 那所以目前按照實聯制的防疫指引 最多到28天之後 那所有的這些電信商 本來就應該要把它手上有的就是 關於這些朋友的紀錄都全部清除掉 那也因為它中間並沒有違辦給就是其他的廠商等等 那所以這個在就是各自的疑慮上面 它是降到比較低的 因為本來這些都是電信商手上有的資料 就是我們把這個自動設置簡訊的這個範圍 把它稍微拉長了一點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是覺得 未來如果有各自專責機關的話 因為目前我們是各自法採取分散管理 所以衛福部的這個各自專責機關 就是衛福部自己 所以現在就是衛福部會透過 好比像說指揮官的記者會 或是到立法院立法委員 其實之前有開過工廳會等等來給出交代 但未來如果有各自專責機關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各自專責機關 可以試試看說 那我們把這個過程講得更清楚 把它演算法可以設計得更好 而且在未來呢 也更能夠第一時間就給出交代 那中間如果有什麼爭執的話 也可以更快地解決 這是我覺得各自專責機關 很好的一個試驚史 有示威朋友們問說 唐委員一直以來都有 PETES公司會創新的空間 在解決民眾抱怨以及問題 但是對於國家未來的時代 小學生 國中生 高中生 政府有沒有一些 與時俱進 甚至超前部署的科技教育政策 讓台灣的產業能夠順利轉型 升級到數位的創新的時代 我在加入內閣之前 是十二年國教課發會的委員 當時我們在十二年國教課發會 有一個很基本的想法 就是沒有人能夠預測 十二年之後的世界怎麼樣 這跟以前傳統的教育其實蠻不一樣的 就是以前創教育 我們說是為社會準備人才嘛 意思就是說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十二年之後的社會是什麼樣子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創新越來越快 越來越多 越來越跨領域 所以除了我們知道說 未來就是一個跨領域 跨場域 跨世代要共同學習的 所謂視性揚才的這個概念之外 其實別的我們也不知道這些科目 到最後會變成什麼 所以後來我們在生內國教課發會 就有一個新的想法 就是我們不是在 讓小孩個人跟個人競爭 因為個人跟個人競爭 那個是在類似像生產線上 就是工業時代 比較有用的一套教育模式 但是在未來 因為每個新的創新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跑道都會被重新畫 那在這個重新畫畫的跑道上面 再去爭第一名第二名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希望說 小孩學到了 反而是他自己怎麼樣找到 他想要解決的問題 自發的這個能力 那剛剛講到跨領域 跨場域 跨世代 像彼此之間互動 彼此之間互相學習的 組隊打怪這樣的能力 那最後就是所謂的共好 就是不是說 我跟妳立場不同 所以就一定要所謂的零和 那就是對決 那相反的立場不同 其實可能才能夠就是 出雷旁通 創造出共同的價值 就是所謂就是 從對決到對話 這樣一種共好的能力 所以自發互動共好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生內 國家新課綱 要培養小孩有的 所謂的素養導向的教育 那就很像說她從小一小二 就看到自己感興趣的一個 就是關係全世界的問題 好像氣候變強等等 那她就自己去點技能術 就是去學跟這個所有相關的 可能有些還沒有被界定出來的 這些科學 那或者這些技術 或者這些藝術創作等等 設計等等 那她就好像找到自己的跑道 然後就轉身往那邊跑 那按照定義 她就贏在起跑點上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在教小孩 就是一轉身就贏在起跑點上 的這種我們叫做 自主學習的這樣子的能力 那當然中間會有一段轉嫌期 尤其是大家都是之前在官網 看大考中心是不是真的出一些 就是要有素養才能夠回答出來的 光死背已經沒有用的這些題目 不過大考中心 或者是就是各個要招生的學校 其實也沒有讓我們失望 所以現在基本上都已經往素養導向 我覺得已經就是破壞得還不錯了 我們也看到DP的試題 大家現在補習班 大概都已經不是死背書了 有些好像是會去爬山 好像還有聽說要讀木舟環島 等等的這些做法 就是要整合各式各樣的能力 讓大家更能夠認識說 那我在創新的時候 不是我一個人在創新 而是在大家互相緊密結合的 這樣子一個生態圈裡面 來一起創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滿好的 就是修煉國教課綱 它是一個柔性課綱 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學校 可以去結合當地的大學的資源 像各位這個協會的資源 或者是我們就是每個所謂的社造 社會以前 現在好像叫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這邊的就是大家自己結合起來 然後去凸顯這個地方的特色 讓大家願意待在這邊等等這些資源 所以如果他是在小學國中或高中的時候 就學到說他要怎麼樣子 他學習的過程裡面 就要讓旁邊的人的生活也過得更好 不是只有他自己在那邊累積分數而已的話 他到大學或到研究所之後 也比較有可能是 還是至少2DG的這個模式 就是說在一個禮拜裡面 至少還是有兩三天 還是照顧到他本來所成長的地方 而不是變成說好像他專長是什麼 然後就跑去那一個群聚了 然後就沒有辦法再跟家鄉有很好的連帶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創新的來源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這種情感的 以及社會問題共同解決的這個連帶 那在14位朋友們問說 新護照現在已經開始受理申請了 還可以參加抽獎活動 感謝幫我們業配 那為什麼第七代數位身份證 還有安全的疑慮呢 不是同樣是晶片證件呢 不但同樣是晶片證件 而且它規格還是一樣的 七代的數位身份證 就是翻到背面 底下有幾行 有一大堆小語符號的條碼 那個就是護照的機讀碼 跟護照是完全一樣的 那它裡面讀 就是那個感應師晶片的那個 Protocol那個協定 也完全就是跟晶片師護照感應的 那個協定是相同 它基本上就是護照的科技 但是做成身份證的那個形式 那但是為什麼護照這邊大家覺得 患發很開心 那身份證這邊大家覺得 患發好像有點疑慮呢 我覺得剛剛講到那個個資專責機關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差別 因為護照在使用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外交部在使用 大家在通關eGate等等的時候在使用 那就像健保卡在使用的時候 基本上也是健保署或健保署核准過的 健保署認得的其他的公共服務 才能夠使用 因為它有一個明確的法 就像護照條例一樣 健保有一個明確的法說 能夠寫入這個健保卡的 必須要是醫護人員 而且他還必須要跟你對賭 要拿出自己的醫事人員卡 然後確保說如果發生任何事情 你可以追溯規則到他身上 至少有一個機構的這個憑證 但是因為健保有這樣子的規範 護照也有這樣子的規範 又加上去年一整年 大家其實應該都有用過健保卡 不管是用在做什麼事情上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於健保的規範密度 健保卡的規範密度 或者是護照的規範密度 現在大家開始慢慢比較習慣 尤其是如果大家有下載一個APP 叫做健保快一通 上面有一個叫做健康存折 本來在疫情之前 好像不到50萬人下載 現在好像已經破400多萬人次 我的數字可能還是舊的 說不定500多萬人 它其實不管是Google Play 還是蘋果的App Store 都是年度下載最高的冠軍 所以越來越多朋友會發現說 我透過健康存折健保快一通 我就可以看到說 我所有用這張健保卡 不管是去看中醫、西醫 還是牙醫 他們的診斷是什麼 甚至X光片 可以直接下載到你的手機上等等 所以大家對於這張證件 就是健保卡 它的accountability 就是給出交代的能力 越來越習慣 覺得說這個就是一個證件 應該有的樣子 但是在身分證的情況下 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身分證在公務機關使用 當然有些規範 但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紙本身分證六代卡 基本上在公務機關以外使用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規範可言的 我們在好比上停車場 有時候會換證 換證就是把六代卡的證反面 都已經交給對方了 而且交給對方一段長時間 或者是說在旅館的櫃台 他有時候會拿你的身分證件去影印等等 所有的這些 因為已經超出本來內政部對於身分證 作為公務機關身分認證之用 所以這些東西 它的規範 就回到各個主管機關 而且有些其實是沒有明文的去規範它 所以大家這麼習慣健保卡的情況下 就會覺得說身分證的這個 就是關於隱私保護 尤其是給出交代的這個能力 好像比起健保卡來講 稍微弱一點 而我講的是身分證 in general 講的不是數位身分證 現在的資本身分證的這個規範的保護力 就是比健保卡弱 那當然也比護照弱 因為健保卡和護照都有一個相應去規範它怎麼使用的一個法律 那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說 最近我們的院長啊秘書長都說 那是不是在法制上面 至少先把它提升到 有這樣子一個專門來規範它的使用的這個法制 那我們之後在技術上面再推動 其實當時推晶片護照 也是先修改了護照的條例在推動的 那這樣應該是比較穩妥 那所以這是我們目前處理的這個方向 我覺得就是水漲船高了 當時我記得我們在做報酬軟體在設計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的財政部的朋友一直覺得說 我們報酬軟體不是還蠻好用的嗎 那為什麼就是大家會覺得難用到爆炸呢 那當時的那位提案人 一位設計師叫卓智遠 他就用了一個很生動的一個回答 他說我們都是Mac的使用者 那蘋果每年每年喔 就是好像水漲船高一樣 他把所有在蘋果這個生態系裡面的APP的美學呢 把它提高 美學的要求提高 所以每年的我們的那個介面都更漂亮一點 所以並不是報酬軟體忽然變得難用了 而是報酬軟體一直都沒有改 就是很久很久都沒有改 但是每年大家的期待變高了 所以相形之下好像報酬軟體難用到爆炸 但是那是跟每年大家不斷升高的那個期待去比的 所以同樣的我們在2015年在就是同樣的 中央政策網絡參與平台中央平台上面討論身份證的時候 大家對於身份證的期待 2016年辦開放工作方的時候 2017年開放式工作方收回來的時候 那大家對於身份證的期待 比之我們在整個2020年 因為用太多健保卡 對健保卡以及健康存折等等的期待 確實現在是有水漲船高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是因應這個水漲船高的情況 那我覺得說真是蠻穩妥的先去修法 把法治的這個做法做得比較完備之後 那我們再回來發 那就好像有一個護照的晶片的條例 或者是說有一個健保相關的法律一樣 那大家應該也會比較安心 這是我對這件事情的一些見解 有兩位朋友 不是第二個問題 有十位朋友問說 國防部成立了資通電區的指揮部 目前站立如何 那這個我就只能說一無所知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因為我是在院裡 那我們其實就是國防 然後外交這些事情是總統的權限 那是由就是國安會 那作為主要的幕僚單位 那當然國防部啊 外交部啊等等 基本上是聽總統指揮的 那所以我管的比較就是 像公正層網路參與平台開放政府 在上面能夠提案的 基本上就是無設總統權限的 所以如果你提到一些總統權限的東西 那其實國發會就直接打回票 說這個是總統權限 我們在行政院沒有辦法幫總統決定 那所以因為我的處理的範圍 我之所以能夠回答出這些問題 大概都是靠公正層網路參與平台 大家的提案 那讓我能夠有機會接觸到各部會 但是就從來沒有任何眾議員平台提案 是資通電軍指揮部相關的 因為如果有的話 大概也就立刻被說這是總統權限 不在行政院的權限裡面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是從來就是一無所知 是沒有接觸的 不好意思 有示威朋友們問說 世界各國都有IT大臣 你成為全世界公認最優秀的IT大臣 沒有只有日本公認而已 不只委員台灣爭光 並且帶來高能見度 究竟你與其他國家IT大臣有何不同 讓你成為舉世稱讚的優秀的IT大臣 其實我常常跟日本人訪談 我每次都要好像fact check他們 因為IT這個在是資訊技術 那其實台灣已經有科學技術大臣 就是科學技術部長 吳震忠老師 科技部部長 當然我們也有科技匯報辦公室 有蔡總統蔡直密 我們也有科技部的讀到政委 國養皇郭政委等等 所以就是說科學技術IT IT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把電腦跟電腦 機器跟機器連起來的技術 這部分其實我們內閣裡面 已經有人負責了 那我負責的是什麼 是digital就是數位 數位是把人跟人連在一起 IT是把機器跟機器連在一起 數位是就是不止一位 所以數位政委就是好多位 那我們在就是運用這些IT科技 把人跟人連在一起的時候 確實大家出了一旁通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 好像政委一樣去想說 我們怎麼樣調動各部會的資源 一起來解決口罩分配的問題 或者一起解決報酬軟體難用的問題 一起來解決塑膠吸管 要不要禁用的問題 等等這些這種平台提的問題 那大家都是集思廣益嘛 等於每個人都可以看到我的工作內容 然後去把它增幅出去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連結才是重點 機器跟之間的連結 當然是也很重要 但是那個並不是我主責的一個範圍 所以很多日本朋友現在也比較同意 也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現在要設一個數位廳 那就是數位廳 就不是以前的那個IT的想法 所以這一點上面 我們也對日本是有一些 就是議程設定的這些權限 日本現在我想會把我捧成這樣子 其實主要不是我 而是很多他們的年輕朋友 對政治本來就有一點就是挫折的這種感覺 所以就拿我當作槓桿 想要去槓桿他們的內閣 然後看能不能夠弄出一個數位廳 能不能弄出一個行政改革大程 都很成功 到最後真的做出來了 那我們在就是一起做那個像COVID的 那個儀錶板的朋友 覺得大家如果之前有看新聞的話 我把東京都的那個儀錶板裡面 改了一個錯字而已 那個小吃白喝子的知識 就有在推特上面感謝我 那就是實際去幫東京都去做 這樣子一個疫情情況 視覺化的那位朋友 哈瑞瀉基桑 官智之 他現在也是在內閣府裡面 是用類似CTO輔佐官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服務 所以可以說這次疫情 很多在日本本來是有點覺得 政府有點沒救的 現在覺得說大家必須要彼此互信 才能夠護救 因為這真是緊急事態 那所以就是用我的這個槓桿 然後去取得他們 我們叫做公民協力嘛 就是從民間跟公部門 雙方一起來解決問題 那也願意說 那他把內閣的一部分的權限 放出來給這些 據說好像要立刻照聘五百位 等等這些外部的朋友 那我還是三百位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是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想不是舉世稱讚 就是剛好日本到了這個 需要數位轉型的這個關節點上 那我被當作一個槓桿使用 我只是素材庫而已 我一直覺得跟我個人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有八位朋友問說 小時候這個很愛看科幻片 那當年科幻片裡面的種種發想 現在當然我們生活中使用著發聲著 如今科學家創造了AI演算 讓AI提供我們許多資訊 AI也從人類選擇裡面自我學習 但是目前科學家人腦 已經沒辦法趕上AI演算速度與方向 科幻片的最後情節會不會發生呢 唐智雯有什麼看法呢 要看你看的是什麼科幻片 我看的都是哆啦A夢 那可能有人看的是魔鬼終結者 所以大家看的電影不同 可能就會導致不同的想像 為什麼我這個提哆啦A夢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真的都是看哆啦A夢 只是它當時還不叫哆啦A夢 還叫小叮噹 不是很習慣 但是無論如何 小叮噹也好 哆啦A夢也好 它的概念就是說 AI應該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是一種輔助式的智慧 小叮噹或哆啦A夢 當然很有智慧 但是它的這個智慧是用來輔助大雄嘛 不會像魔鬼終結者一樣 它突然變成一個什麼 就是暴君啊或者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像我們在開發AI的時候 我都是說assistive intelligence 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alignment 就是它的價值要跟你的一致 那另外是accountability 就是剛剛講的要給你的塑膠袋 那第一個價值要跟你一致 好比想說我戴這副眼鏡 這副眼鏡就跟我aligned 因為我近視嘛 我想要看得更清楚 那這副眼鏡幫我看得更清楚 可見它是輔助科技 那如果它是每看一分鐘 那偶爾就會跳出十秒鐘的蓋板廣告 然後我要等它倒數十秒 才能夠把它關得到 那它就跟我不是align 它跟廣告商才是align 那所以這第一點就是說 以我的最佳力為第一而行動 這個非常重要 那第二個是說 對於每一個人來講 都是輔助社這些科技 難免也會就是出錯嘛 可能會出一些問題 那好比想說眼鏡 說不定我一天醒來 它墊片就壞掉了歪掉了 或者是螺絲鬆了或什麼之類 都有可能發生嘛 那但是這個眼鏡 它是accountable 就是說我去 就是跑去 好比想說 最近是常去 就是行政院的福利社裡面的 有一個眼鏡行 那那位眼鏡師傅 不管這副眼鏡 本來是不是他做的 他都可以幫我修好 那甚至我自己看一些 線上的一些課程 我說不定自己就把它修好 就把它螺絲縮緊等等 那我們都不需要去付原廠 大概一百萬美金左右的授權費 我們才可以開始甚至了解 這副眼鏡它的構造是什麼 但在有些AI科技裡面 你真的得付原廠 一百萬美金的授權費 才能夠開始知道 這個黑箱裡面到底裝什麼 那這個時候它就不accountable 就是它如果做出來的預測 做出來的判斷 跟實際情況不符合的時候 它不但給不出一個膠帶 而且你還沒有辦法去修理它 like literally 修理它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不能說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這個時候它就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威權式的這種智慧 那當然AI 就算你是看魔鬼終結者 其實AI還是不是奴役人類 都是人類透過AI來奴役人類 所以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開發AI的時候 有沒有把它的運作的方法 它的運作原理 像剛剛說鼓勵高中生 甚至國中生成為白帽駭客 來拆解這一副眼鏡 來拆解AI了解裡面運作的原理 只要越來越多人知道裡面運作的原理 這件事情就是民主化的 它就是讓每個人都empower 就是都能夠增幅 但是如果它是過度集中到國家的手上 或過度集中到跨國的資本公司的手上的話 它都不免會往監控式資本主義 或監控式國家主義這個方向去演化 所以它要怎麼樣演化 完全取決於每個人在消費的時候 在使用手機的時候 在做各種的時候 大家都是在做一個有意識的選擇 就是你要把資料交給這種assistive 就是以你的最佳利益為利益的呢 還是說其實你只是它的產品而已 它正在服務的是廣告商 或其他極權的政體等等 那每個人做出這樣的選擇 越多往assistive這邊 到最後就會是assist的方向 那越多往authoritarian這邊 那越多就會往威權的這個方向 是我大致的看法 那有七位朋友問說 可不可以請問唐政偉 為什麼把自己定位跨性別 拒之先前的伴侶之一 是女性 而媒體又稱呼您為女子旁的女子旁的她 這樣反而比較狹義 可否說明一下關鍵點在哪裡 我想我是沒有特別性別的代稱 如果去看我的twitter帳號的話 那大家不是現在都在英文很習慣說 他是這個she寫her 或者是he寫him 這個是很常見 就是每個人自己宣稱自己的代稱 那我宣稱的就是信號斜線型號 就是whatever 你用什麼都可以 那之前有過一個西伯來文的 就是以色列的一個記者 訪問我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你是無性別嗎 non-binary 就是非二元性別 但是他在西伯來語裡面 並沒有一個像我們可以用人字旁的她 或者是說在英語裡面 你可以用一些巧思想辦法 這個one person day singular day 等等的方式 用一些中性的代名詞 西伯來語裡面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那我就跟他說 be creative improvise 那所以後來呢 報道出來呢 那他就是每一個字都用的 就是陰性陽性 陰性陽性 這樣子再去使用代稱 那還好就是他那是一篇專訪 只有寫我一個人而已 所以沒有造成閱讀上面的一個混淆 那這也是他就是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 非常有創意的一個地方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因為我經過兩次青春期 我腦裡並沒有說 好像人類裡面有一半跟我比較相似 另外一半跟我比較不相似 我的就是社群是homo sapiens 就是任何現代之人都是跟我一樣相似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關於我的這個性別代稱 如果使用的話 其實就是他是比較是關於那個使用者的 就像那個西伯來的文的那個 以色列記者是關於他的創造力 就是他是很有創造力 我覺得很棒 但是這個跟我的關係 並不是很大 那有七位朋友們想問說 請問政委讀《易經》的心得 我大概是小時候讀《易經》了 最近比較少讀 大概心得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活動的時候 大概就是只有世界是不斷變化這件事情 就是沒有變化的 然後就是世界是不停的 不會停下來的 那一直在變化 那這個變化其實 了解到說是世界自己在變化 而不是說好像世界是因為你的關係 而往特定的方式變化 那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今天如果能夠讓未來透過我來一點點 那這樣子我就覺得很滿足了 那我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一個人要就是 take all the credits 或是take all the duties 完全都沒有這種想法 就是每天在醒來的時候覺得說 今天有哪一部分的未來可以透過我而來臨呢 那我登出的時候的世界怎麼樣 比登入的時候稍微好一點點呢 只要能夠到這樣一點點 就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那比這個再多的那就交給命運吧等等 那所以這是我小時候讀《易經》的一些心得 那這個已經很久沒有往這個方向想了 所以很高興這位朋友問了這個問題 有五位朋友們問說 從口罩、實名字到三倍券的領取 政府在這些平台建立的時候 時常遇到流量上面的問題 在經過這些經驗之後 政府在平台上建立要如何改善流量以防 塞車的情況 確實是我們在三倍券 尤其是當時我們是特別設計了一個分散式的架構 也就是說如果Seven會當機的話 那全家是不會當機的 如果OK有當機OK沒有當機的話 那萊爾夫是不會當機的 我現在就是四個都要講 因為跟他們四個合作很多 那或者是說當時就是有數位的綁定 那如果某一家銀行綁定的時候當機的話 旁邊那一家銀行一定不當機 那就是因為我們了解到說 每一個參與的加盟者 他自己的網路頻寬確實都是有限的 而且我們很難事先去預料說 大家的那個就是流量會跑到哪裡去 那所以我們就是設計一個 Full Tolerant的架構 就是說任何地方壞掉都不會導致其他地方壞掉 那這個比起就是之前在健保快一通的時候 那個流量是集中在兩個地方 就是健保卡的部分 跟就是自然品證的部分 那確實我們當時也有講說 就是如果健保卡當機的話 你換用自然品證就不會當機 其實自然品證從頭後尾都是非常順的 但是到當天下午當然我們就把健保卡搶修好了 只是說因為自然品證 畢竟使用的人可能只有人口的大概五分之一左右而已 所以對大部分人還是健保卡是比較方便的 但是如果Seven塞車的話到全家 雖然有一點不方便 但是也不至於到完全做不到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不需要去說好像我們要自己建設 全部的基礎建設的架構 我們只要確保我們能夠掌控的就是郵局 郵局不要當機 那當然郵局是沒有當機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不斷地去精進去看說 那如果就是車有點像那個就是廉價會 塞車嘛對不對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一開始的 預購的這一段期間 像之後在意放券的時候 就有用這樣子的機制 把它稍微就是往前面打開一點 就像是除夕前一天 大家就可以開始就是使用高速網路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比較不會有塞車的情況 因為流量它攤提到平常的一半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有任何地方塞車的話 我們有足夠多的指示 讓大家可以趕快去旁邊其他的地方 因為畢竟我們不太可能完全控制到 四拿槽上每一個的網路的流量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說 如果有任何塞車情況的話 在最短的時間裡面去把它分流導流 到其他的地方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的做法 那有我為朋友們問說 請問湯正瑋 如何運用我的專長 然後有效來提升政府的一個效能 我的專長大概就是去確保說 我能夠選每一邊站 就是在大家各種各樣不同的立場裡面 我可以去花足夠的時間 然後去為每一個立場的朋友們辯護 但是本來看起來好像一些零和的這些東西 那我在就是選每一邊站的過程裡面 慢慢就會開始有些新的價值出現 我舉例 好比像說像我剛加入內閣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據說已經十年沒有解決的一個案子 之前有別的行政院長也有協調過 那就是電子競技選手的這個案子 電競選手案 電競選手大家都知道說 雖然號稱選手 但是在2016年的時候 他們是連比賽的場館 或者是外國選手來的簽證 都不知道有哪一個主管機關 所以沒有任何人能夠去把他這個選手的身份 確立起來 那當然大家聽到選手一定都想到體育署 但是體育署已經到那個時候為止 主張到底十年了就是他沒有動到肌肉 所以不能夠算是體育 他們最喜歡的論點就是說 國教署說 就是上課前要做體育運動時間 你能夠想像小學生在那邊打電競半小時 算做體育時間嗎 那當然是不行的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這一定是文化部的問題 那文化部就是主張說 琴棋書畫這個有百年以上的歷史 所以我們文化部要就是保存的 主要的這些無形資產等等 那等電競有百年歷史再來找我們 那當然電競是沒有百年歷史的 那所以文化部就說 這應該是經濟部 Specifically經濟部工業局的軟體的那組人負責 那我們就真的去問了經濟部工業局 那經濟部工業局就說 你要想像這些選手 他如果是在一個籃球場裡面打球 籃球場是算經濟部的沒有錯 那顆球說不定也算經濟部的標檢局的 但是從來沒有聽說選手算經濟部的 這個他們如果一答應的話 那經濟部就可能就是整個行政院 勝經濟部就好了 那所以行政院絕對不答應 這還是體育署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說這顆球 like literally 它是有十年左右的時間 就在這三個部會中間提來提去 那所以我當時到底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來提升勝負效能呢 其實也很簡單 講穿了不值一文錢 就是我把我主持的會議 每一個字各方的論點通通都公開 那這個呢 其實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是有它的依據的 就是我們在擬稿階段 就我們還不知道該做什麼 還在那邊就是集思廣義的時候 它對公共利益有必要者得公開之 所以我加入的時候 跟林全院長就說 那我主持的會議 只要我是主席 而且有做成紀錄的 那這個紀錄就要公開 給所有的鄉民來看 那這些我都覺得主張對公共利益有必要 如果你就是不是這些 不怕人知道是怕人不知道的東西 就不要來找我當主席開會 那林全院長有答應了 之後每任院長都有答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把就是剛剛講的這些論點 大家可能覺得說很本位主義 但是本來每個部位的存在 就是要服務它的那個價值 如果它沒有抵抗它的價值 它跟別的部會價值一樣 它就會被阻改 就會被整併成同一個部會 所以現在還留下來的 大概都是有它自己獨特的價值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就看到 在網路上真的有非常多專業的朋友 好比像說 在PTT的LL版 在八卦版 在巴哈姆特 在雅虎電競 在Mobile01 我應該hello兩三個 那大家都就是瘋傳這一份這個主子稿 那當然像在PTT上面 前面的留言都是帶風向 就是非常情緒性 一大堆警探好人身攻擊 其實根本沒有看過這篇文章的發言 但是大概到第五個留言的人 他就會突然間提出一個非常有專業的見解 就是所謂的專業的五樓 那這個專業的五樓 在好比像說八卦版 就有一位專業的五樓 他提出一個想法 他說他主張圍棋是一種電子競技 那這句話怎麼講呢 因為圍棋是回合制的嘛 圍棋是回合制應該沒有錯吧 那大部分的選手現在都是在網路上面下棋了 大部分的培訓也是在網路上面發生 而且現在AI下的還要比人好 確實因為當年就是AlphaGo的那一年 那所以他主張圍棋是回合制的電競 那這個時候文化部本來就對圍棋 他比如說替代衣等等 已經有一些做法 那體育署本來就對圍棋 有一些專班等等的這些做法 那國教署呢 其實也有關於圍棋選手特別培訓的東西 所以他的那個主張訴求變成是說 我們不能獨厚回合制的電競 而忽略即時的電競 他把那個frame完全的轉移過來 那所以這個我帶回去 雖然聽起來好像是歪力 但是歪打正著 所以各個部會都發現說 我如果把電子競技的選手叫做 有表演性質的記憶工作者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都有很現成的東西可以套用 他們不用做任何額外的事情 那所有的問題就引刃而解 那所以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並不是我自己很厲害 我並沒有很厲害 我只是透過一個叫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眾的智慧 去把民間這種專業的五樓 他的人身攻擊驚嘆號什麼東西 我全部都拿掉 絕對不會帶回行政院 那我們的行政院的這個紀錄 也是在大家共同編輯十個工作天之後 才公開 所以從鄉民的角度來看 公務員都很專業 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 鄉民也都很專業 那這樣的情況下 經過三次的協調之後 電競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 所以之後這種就是廣泛性質的 新興技術的 跨部會的等等的這些協調 常常我們就是透過這種開放政府的方式來完成 那所以到了現在 我們也有一個就是國家的行動方案 就是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也包含全世界的這個組織叫OGP 開放政府夥伴聯盟 就是在價值檢查上面 通過它的民主自由人權 都沒有問題的這些國家 可能是七十國左右 那組成一個 當然比聯合國大概小一半了 但是重點是這一半都是比較 就是跟我們志同道合的夥伴嘛 那就是我們現在也是要透過像這種開放政府的方式 跨部會的去推動之後 希望能夠再加入這個國際的這個組織 這個多邊的組織 那這個不但是政府的效能的提升 我想對於大家的互信都很有幫助 那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政委如何看待萊豬進口的佐菲金市 我覺得在之前就是美牛的那一次 我們比較少聽到說地圖啊 儀表板啊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但是現在呢 可能因為大家用口罩地圖 已經用成習慣了 所以自動就會冒出地圖啊 儀表板啊的這些東西來 所以像口罩地圖 大家可能有記得 有一個一大堆三角形的那個版本 是一個台南人叫做江明宗所做的 那它的三角形如果是綠色的 就是附近有很多口罩嘛 如果是紅色就代表那家邀局已經沒有口罩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它就累積了它做地圖的 包含導航啊等等這些能力 所以呢 當就是續產會的那個國產豬肉標章 一出來的時候 它一發現有經緯度耶 那立刻它的那個版本 如果去找國產豬地圖的話 那馬上就上線了喔 那它就把三角形那是口罩 改成五角形就是那是食物 那所以你現在就可以很容易的 在它的那個地圖上面 看到最近的保證只賣國產豬的那些地方在哪裡 而且還可以很容易的導航到那邊去 那同樣的你也可以透過像參與 是共同保證的方式去試著這個 幫我們一起集合一下等等 那農委會最近就是因為大家的 擁躍集合擁躍檢舉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上面那個開放資料 上面的加速加加減減 加加減減 不過就是說不到最後是會熟練的 那這個的工序呢 也是靠大家一起來確保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當年就是牛肉的時候 還沒有這些 大家每個人都有手機 而且可以做參與室共同保證 那但是現在我們開始有這樣子的能力 所以我們比較能夠正面的來面對 這件事情我覺得算是有進步了 那有五位朋友問說 那數位發展 是不是能夠解決城鄉的差距 我覺得 對我來講 理想上的狀況 當然是所謂的網路替代馬路 就是說 絕大部分的事情 可以透過網路來進行 那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 好比想說 今天就是大家一起這樣子吃頓飯 目前透過網路真的是比較困難的 就是人的情感的交流 並不容易 但是我自己 好比想說我2008年開始 其實跟矽谷工作的時候 我一年大概只去兩次矽谷 那我怎麼樣確保說 我跟在矽谷的團隊 甚至後來在Cupertino 就是蘋果的團隊 我從來沒有去過Cupertino 但是還是一起工作了六年 或八年之久 那我怎麼做呢 其實像當時 我的其中一個顧問的工作 在Social Text 那他們在Palo Alto 那他們有一家Golden Beach 有一家GB 那我們這邊台北 剛好也開了這個Golden Beach 那所以我們就會約在 就是雙方各自的那個店裡面 然後點一樣的菜 然後開始開視訊 那他們就會把他們 Napa Valley 那邊的一些酒 其實也不是什麼非常名貴的酒 但是他們買得到的酒 那然後就直接海運 這個運過來 然後我們就會約時間 然後來開同一瓶酒 Like Literally 同一個年份的同一瓶酒 然後隔著視訊 然後大家品酒啊 這個聊天啊等等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很有意識的 透過網路取代馬路的做法 因為畢竟就是我們都有時差 有這個相當久的時差 所以我在睡前 好比方說所有的Stand-up meeting 那我也不可能更晚睡 他們也不可能更早起 我們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來就是類似交棒 每天的工作 但是就是透過這樣子 一點一滴的設計 那可以確保說 大家還是有一種 好像賓至如歸這樣子的一種感受 所以我覺得 只要透過設計 大概沒有什麼事 不能夠做到的 只是你願意花多少的時間去做而已 那在之前 我們透過類似的設計 大家可能知道 我透過一個iPad 然後就跑去聯合國的日內瓦的總部 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其實之前之後也參加過相當多次 只是說只有那次有直播 所以記者就報導了而已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發現說 我們本來看起來是好像有一點Pioneer 就是有一點破荒者那種感覺 但是經過去年的疫情之後 聯合國大會都是用視訊開了 所以在現在的情況下 我們反而國際參與空間變得非常大 因為大家都是一個16比9的一個格子的情況下 也沒有分什麼是會員 什麼是觀察員 大家都是在螢幕上面一樣的16比9的一個格子 那很多就是以前比較難約到的高層的官員等等 因為他們之前年輕的時候用過視訊 覺得視訊不太OK 那也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他忽然約到 因為他發現現在視訊真的非常容易用 所以不管是在我們國內的成像的差距 或者是我們跟國際的這些 就是不管時區還是參與權上面的差距 我都發現說 現在透過這種共同在場的這種技術 我們真的是可以解決到一個程度 當然未來還是有更多 就是我們現在解決的大部分 都是視覺、聽覺等等的部分 但未來說不定觸覺、嗅覺、味覺等等 慢慢也都可以透過一些方式 透過網路傳遞的話 這樣成像下去就可以進一步的彌補 我有看到主持人拿了麥克風 對,因為要趕高鐵 對,因為要趕高鐵 好的,我就只剩下三分鐘 所以我就還是回答完最高票的這個問題 盡量把它再三分鐘回答完 雖然這感覺上是三天的セミナー 對於人類 近年來開啟的AI這個潘磊 核磊 核磊 在兩方論點上 Musk vs Mark的爭論 所以你個人的觀點也看得到什麼 在快速科技進步上面 法律上面要如何扮演 什麼樣的角色跟對應 以及我的個人看法 我大概有兩個看法 一個是剛剛已經講過的 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這樣的一個做法 如果我們可以確保說 AI都是往assistive的地方這樣的發展 而且對於authoritarian的那樣的發展 不要給他們任何的資料 也不要把它們納入我們政府的標案裡面 甚至把它從公務網路全部解連 而且明年之內要全部汰換 就是最近資安處的新的政策 這些就會確保說 這些威權式的這些政體 這些威權式的運用AI的方法 它不會再進一步的擴張 這個是比較防守性的一個策略 另外比較進取的一個策略 就是透過所謂的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剛剛講到 集思廣義的join平台、polis平台 其實透過slido 就是大家可以按讚 但是卻沒有辦法彼此互相攻擊 這個也是一個我們叫做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所以我們最近可以看到說 有一些私人公司 它承擔了在民主政體裡面 公眾領域的這個角色 變成好像是像公園 這個海德公園 或者是變成像是公共的集會堂 像圖書館等等 但是畢竟他們的nature 他們還是要往股東交代 不像我們的PTT 只要往台大交代而已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他們畢竟是for profit with purpose 但是我們需要一些for purpose with profit的這些 泛稱為社會企業的這些做法 那把這些做法 放到我們的public sphere來 我們就比較不會有說 它本來都是讓大家 就是下班之後聊天 然後賣一些成癮性的飲料的 那種酒吧 對我就是在講Facebook的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它卻被挪移來做 好像公共討論這樣子去使用 但它本來就不是設計 給這樣子的東西使用 而且它主要服務的也是廣告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的公共討論品質 就很難維持在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台灣這邊 我們用國家力量去經營 像PDES Join等等這些Police這些平台 那確實也是跟全世界 大概這70多個 就是比較民主化還在持續 而沒有倒退的這些國家 可以看到說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 數位時代的一些公共建設 然後去把這個AI的發展 去往collective intelligence 或者assistiv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輔助式的群眾智慧 的這個方向帶領 那也很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幫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唐某政偉 幫我們視頻邀請我們的社長 來頒發我們的紀念品